這個可以分成兩次 也可以一次串起來 這個在古代 現代都可以 這個鞋窄一點 不然會擠不進去 三個部分拼在一起的 本來就有點相對應的難度 所以可能會刻意的寫窄一點 這故也出現過好多次啊 這寫高一點 下面還低一點 撇長一點 裡面讓它寫短一點 撇翹高一點 拉扁一點 折加重一點 勾長一點 左連又不連 左連又不連 有時候真的懶得拿起來就可以一直寫 寫法器並沒有你想像中的說一定要怎樣 下筆前期大概有一個簡單的想法 當然是邊寫還有邊修正 未必說跟一開始一樣 所以你寫的要夠多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修正 寫的太少 你根本不曉得該怎麼變化 我覺得寫書法不會 不可能永遠不犯錯 但重點在犯錯後 你的補救措施 能不能化顯為意啊 這是重點 很多人認為說寫字不會錯 那不可能 大書法家也會寫錯 只是他們化顯為意很高明 你根本看不出來 寫這個時候一直在修正自己的動作 修正自己的想法 修正自己的間隔距離 這都一直在修正 突然說好像要這樣子 突然說這裡好像要重一點 這裡突然好像要短一點 這裡突然拉長 這裡突然變長 這裡突然加重到輕 這個都會有想法 這有三個部分 所以寫窄一點 這三角形寫窄 這寫密 這個也要寫靠近 連繞的也沒關係 這地方要撐長一點 拿筆的效果 基本上是由自己控制的 所以我常講紙筆無定法 拿雙勾單勾根本就不是事情的重點 而是你當時要怎麼用這支筆 怎麼控制它 你必須說單勾就單勾 雙勾就雙勾 可是這完全不妨礙你對毛筆的那種認識 熟悉感 你現在是雙勾就雙勾 單勾就單勾 那個根本就不重要 很多人一直在執著 單勾好 雙勾好 單勾好 雙勾好 寫下去就好了啦 那我這個 為什麼他在這篇特地用單勾 我是覺得單勾寫這個好舒服 我就覺得不錯不錯 剛好配合這種飛飛的筆畫 那扁扁的 然後扁扁的 然後撐起來扁扁的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所以我用單勾 但是不代表說我不可以雙勾 所以還是可以雙勾 回到我之前講的 很多東西根本沒有一定的方法 你為什麼一定要自我限制說 只有這個方法 對 因為我們在寫書法的時候很容易用 不會寫字的人很容易 一開始把你的知識講得半死 讓你根本寫不了字 要求了老半天寫不了字 他忘記寫字的目的是 你自己要舒服 很多人教書法都會在 知識上做文章 搞得寫得也不舒服 做得也不舒服 怎麼樣都不舒服 拿著也不舒服 放下來也不舒服 搞得你全身都不舒服 我就覺得這樣怎麼寫字啊 我就說自己舒服就好了 你舒服才能做事情 一個人不舒服怎麼做事情 舒服是為了達到目的而舒服的寫 當然不是躺在那邊 躺在那邊怎麼寫字 當然也是沒有辦法說 我們在解決事情的時候 常常用最好的方式去解決 用最方便的方式去解決 書法也該如此 寫字也該如此 我們看到很多 書法老師在教的時候 很喜歡用很複雜的方式 把人搞瘋 我覺得這跟寫書法到底有什麼好處 把人搞瘋了 那很多技術搞得大家都瘋了 講了好多道理 千萬不能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子寫字 真的是太沒有趣味性了 太多人寫字啊 是為了筆法而筆法 他不知道那個筆法的目的 他只知道我要寫筆法 那這筆法用在這裡對不對 他根本搞不清楚 很多書法師大家都一直 好像念一個咒語 大家一直寫一直寫一直寫 後世人都一直念著咒語在寫字 要超脫現代人的咒語教學很難啊 因為像我都已經到這個樣子 還是很多人說 你的基本動作不太好 每次被人家講基本動作不太好 我自己有時候覺得很想笑 我已經搞成這副德性了 還有人說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初學的 我就覺得好奇怪 他怎麼一看就知道我是初學的 原來寫書法這麼簡單 一看就知道你是初學的 還要再多學幾年喔 認真一點 還有一種是 我一看就知道你在畫字 根本就不會寫字 他看到我在畫字 他說我怎麼畫的 我還畫老虎咧 畫字 還講蠻好笑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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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